香港政壇风云 主持 塔哥 苏浩 到了什么呢? 其实2020年还有一件事要说 去到4月的时候 他就要支持这个杨明 就说他那个邓丛 是不是全部收拾了? 真是惨 他喝了一口汤之后就说 好味道啊 都是灯神的一种 你跟蕭先生和食神有什么分别? 好好味啊 汤好饮 剧好看 好味好味 这些也是演员上身 这个觉得自己是个表演 表演玉 表演玉 然后他顺带就说什么呢? 顺带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黄色经济圈 傻人经济圈 傻人经济圈 这个又变成了一个 其实他有一些洞察力 首先要说一样东西 如果你觉得黄色经济圈是恶够的 那你就没理由支持蓝店 一两个是同一个概念 对啊 你没理由这方面 怎样要恶够这些黄人 那些小黄人 靠黄蓝就决定帮顺哪一家 那你应该说 好吃就要帮顺 黄店好吃我也帮顺 不好吃就不帮顺 蓝店我也不帮顺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说 你要支持蓝店 那这些就是不合理 我想说这个最基本 也是啊 都挺人格分裂的 当然 不如既然我们说起黄色经济圈 我们都再讲一下当时的状况 是 就是 大家始终是因为 刚才因为我们说的 那个运动最激烈那部分完了 是 那大家就想往后是怎样 是 其实在2019年已经有了 也是 也是 但是往后 一旦没有了那些运动 那唯有将精神 或者将金钱 因为香港人最多的钱 是的 寄托在这样的消费上面 就是寄托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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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托在这些 寄托在这些 的确呢 如果你说比起蓝圈来说 黄圈又真是挺成功的 这个 真是成功的 那就是很多人 你那些 你的那些 朋友啊 不是 你的那些什么 你的那些前拍档 前拍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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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拍到大码头 那不要理了 就是 南圈就真的很弱 就是 你想想 就是南圈呢 去到 整个人都说撑银龙啊 啊 啊 怎会每一家都是门坑罗将 我相信 什么空姐牛肉饭啊 空姐牛肉饭啊 多惨啊 你们看 喂我客观说 就是我不说黄蓝先了 空姐牛肉饭其实算是划算的 但是它划算的原因是 因为没有生意 就是要不停减啊 都是没有让人帮顺 真是 多惨啊 多惨啊 还有就是 你说 一说食物质素 其实有什么分好不好吃啊 老实说 就是有时候 黄圈那些是很难吃的 但是 当时呢 外于什么呢 我也不敢太公开说的 我想很多人 你老友啊 林康正就是经常要吃黄店 是啊 我还记得最初 2019开始没多久啊 是 跟着 我们去尖沙咀 我一定要吃龙门 那些 未有人知道龙门是什么 没出名 我为什么要去龙门 这么多人 老门又难吃 我随便找其他吃 你走开 我自己吃 后来才知道 原来要打卡 你老门又骗例 这些我就蠢咯 他就聪明咯 你这样抽他 他这些真的很敏銳 当然龙门又变了 后来又变了另一个悲剧 这个就是傻人经济圈 他不是真的说得对吗 他其实有点洞察力 他都知道 这一股不敏的风潮是不理性的 他看到这个是不理性的 但问题无奈就是 不理性就是不理性的 那时候 对于那些黄人来说 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消费都不理性的 你吹他不像 而且他不明白一样东西就是 他应该未必是不明白的 他不明白的一表态 但是他没办法逆转这个潮流 逆转 那个潮流就是 我就是喜欢光顶黄店 你吹我就是不光顶那些蓝店 而他很生气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支持政府的那些人 是做不到这件事呢 这个就是他 他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 但我又要很客观地说 现在不是证实了他说 什么傻人经济圈 什么 蠢人经济学 真是很合理 你现在引用了什么 什么黄店出来呢 就是引用了这个 龙门 担锅 担锅 全部都收拾皮 你问他是不是 他们忘狗 当天就是开这些东西 为了帮抗争者 又什么又什么 现在你们全部离弃他 现在变成要支持他 当然他们这些店 理论上应该可以 帮助其他人 现在变成要救他 不是 首先第一件事 当然你说得对 原本这些店是帮人 后来要你帮回他 那也算了 现在你不帮啊 那个很sorry 我已经不在香港 帮衬不了的 你自生自滅 你是不是傻啊 我傻的意思 不单只是说 帮衬黄店的人傻 你开黄店也不够 你看这些全家产 有没有支持你 结果那些荣光咖啡生 不是又是给你玩产 不要说产 他们去到海外之后 现在还直接说 你留在这些全家产 其实很矛盾 你还有很多黄店在香港 是不是真的骂了 留在香港的黄店 就是全家产 所以我觉得很合理 真的是蠢人经济学 傻人经济学 这些真的 所以你真的不得不讲 他那些的价值观 他的政治立场 我心目中是错了 但是他是有些直觉 可能是女性的直觉 这个东西 他搞不定 你这帮黄人这么笨 你最后都是不合理的 最后就是被他说中了 现在香港还有多少间黄店 还可以支持 然后你所谓的黄绩经济圈 除了是被那些傻子 被人欺负的钱 去外国封流外户 去货金给他 然后拍一些片 给你打飞机之外 做什么东西 做什么东西用 不就收皮了 唉 这个就是 不过黄轩再说 不过黄轩再说 不过他说什么 我再读一次 黄色经济学 我叫这些叫蠢人经济学 傻人经济学 竟然有人为政治去消费 香港人不应该这么蠢 哪有这么蠢的 会跟他搞这个黄色经济圈 都说得出 香港人是这样的吗 傻到这样的吗 提出那些真是蠢人 没有资格做生意 除了最后那两句 我不同意 提出那些人 已经赚到盘盘半盘 有些啦 有些都是收皮的 但整个月都很冷 客观很冷 不就是笑够你这些蠢人 黄色经济 搞黄色经济 现在收皮了 反正都是保得到 后来想起阿布泰 这个也是经典的例子 大家觉得 当时大家这么支持他 原来他现在这样 在这个案件里做了这样的事情 大家又觉得 那一下可能都在想 其实那时候是不是真的做蠢了 还是怎样呢 不然我也是觉得 这些就够了 那人家被枪子 那可以怎样呢 那怎样呢 那怎样都要说 可以脱身的事情 而你觉得他出卖你 还有龙门也是 这两件事 在黄色经济远 太多黄色经济远 太多黄色经济远 以前都好像说过 所以就 不要说太多 接着就说一下 他这个演艺事业 演艺事业 我们上次都说 他其实做立法会议员 就是一心想做明星 你问我 我觉得是高峰 因为你想想 他其实又去不了前线 去做那些事情 又去立法会讲话 又没有人听 没有人听 越来越少人 不是 越来越多人击过他 对 击过他 然后联署那些 都是没什么用的 然后他 都是做本业 都是唱歌 唱歌是本业的 不是 但是这首歌真是红 去到黄南都会唱几句 就是为什么要揽炒 很有感情的 其实你再听多次 总之是有些洗脑 有些洗脑 你很难免是要听到几句 他会吃得行 对啊 为什么要揽炒 你吃到时势之外 你又有些 我刚才也说完 他为什么要揽炒 有多少观看 两个东西都要看看 真的要看 可能没有高观看 我不知道 但anyway 他为什么要揽炒 也是他在疫情的时候 其中一个出位的一个moment 有多少 那几句 哇 16万7万 16万7万 你明白 这么多人听 好厉害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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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又与此同时 他这个进军娱乐圈的发展 又不太顺利 不太顺利 因为他又有一条频道 那个频道叫什么 我觉得挺奇怪 他本身有梁美芬的官方频道 有梁美芬的频道 他又自己开了一条 叫什么 叫分频道 分TV 我以为是叫分泰尼 分泰尼 分泰尼不太好 是不是 两条频道 其实的观看数都不是那么好的 是啊 两条 他也是很有心思做很多东西 还有 应该是请了一个全时间剪片 我觉得是 那你给几片一个月 想想一下 可能是找个议员座 你上传一些 是啊 这个人 我估计都要两片 你两片 搞完这些片 都只有几十人看 都挺灰 挺灰的 不过 本质上这些片 譬如他摆在立法会的片 都是少人看的 以沃敏那些 就说 立法会是少的 但他又有搞talkshow 他又找施永青去访问 又去评论一下 时事 做KOL 这些都是没有人看的 就是没有的 就算是轻姐多人看 我又要客观说 因为呢 刚才Solo也有跟我谈的时候 就说 这些很难可以弹得起 喂 但是把蓝丝KOL也弹得起 是啊 什么东西 陶古井 肥仔杰 黑超哥 陈泳因 李梓敬 大脑 帅师傅 所以我不可以用一个藉口 就是说政治没人听 说蓝丝政治更加没人听 大脑人听 我告诉你 你搞不定是要检讨 是有些问题 但我也触摸不到 因为我也想不想到 肥仔杰会好 我都不明白 完全不想到 陶古井还是斯固井 我认为都是那个时势 不是啊 事实每个人都拍 那为什么是那几个人弹起了呢 也是 还有陈铭一弹起到 可以拿到立法会议员 口味问题 是啊 我就是不理解 口味是怎样 我们都很难理 但是你就不能够说 哎呀 拍这些影片没有人看 那卿姐没有人看 那老书就有很多人看 所以是人的问题 不过议员也是有他的包袱的 你看到所有做议员 都是很难再 就算是毓民做的议员 都会跌窩 就是做节目的 是 所以是会有 可能是有个包袱 是 这个 解释到的 好 接着 就是揽炒完分频道之后 都要做一宗 后 后 怎么说呢 就是2019后的事件 是 就发生这个 其实 之前我自己的节目都有讲 我就有几个prediction 我觉得都 其实都不是什么prediction 其实都是一个逻辑估计 就是一定中的 就是当没有了民主派之后 建制派之间那种矛盾 就一定会暴露 不是你有共同敌人 就会团结 其实泛民阵营也好 建制阵营永远都是这样 政治就是这样的 你没有共同敌人 就开始内斗 是啊 近日发生的那些 譬如曾鲁成被陈文欣罵 跟着何俊怡又反跌 是啊 就是他们那些 已经去到很高涨了 但是其实之前 我们讲回梁美芬那段时间 现在讲这些事情 是发生在20年 是的 就是这个 还未选新一届立法会 就是因为丈哥还在 就是丈哥了 就是王定光 现在退休了 现在退休了 那跟梁美芬就有一个冲突 其实很少事 就是那天在立法会 做一个叫做 叫做立法会员 他经常会有些活动 有些show 那这个show 就叫做自愿检测 那就是说 当时宣传这个 大家应该要自己 做这个test 做这个检测 做这个检测 就是梁美芬 就是梁美芬总是很喜欢 站在中间的位置 要拿中间的位置 就是他真是当自己是明星 偶像 偶像级的 你有没有知道 那些偶像就是要站在中间 站在中间 站在中间的位置 梁美芬又站在中间 那丈哥呢 就是不知为何 那一刻 很生气 就觉得 喂 你又呆呆呆呆 你又站在这个位置 走开点 梁美芬 因为我猜 我会再次播一条片给大家看 是的 我会再播一条片 你看到照片 我开始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梁美芬旁边 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李慧琼 另一个就是郭佩帆 即不是王定光想自己站在中间 是的 他觉得你没有资格站在中间 而且那些位置是民建联站在中间 噢 他觉得他是民建联 他应该站在旁边 是 那你梁美芬应该站在中间 你是不是站在中间 你站在中间 你站在中间 泛民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人 有 有 我知道杨岳奇很喜欢 帮一些好位置 不过这个 不过这个 不过泛民 因为人少一点 所以这个矛盾 就没那么大 因为你建制派有几十人 你站在中间 就真的很明确 真的会看不到你 泛民站在旁边就没问题 没问题 好一点 但是 那时候 当时 帐哥有提出过一个解决方法 叫梁美芬跪在那里 即是蹲下 蹲下 蹲下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 叫他蹲下 那么喜欢站在中间 因为有太多人 他叫人有两排 当时 容海恩 这些后辈就会做 他就蹲在那里 正确就是蹲在帐哥前面 所以他觉得 喂 你想真的站在中间的位置 你就蹲在那里 你为什么要站在我的位置 然后 帐哥当时 其实也不是很轻人的 他就一手 在影片那里看 一手就 喂 梁美芬 你立刻叫菲麗 菲麗 你摸到我锁骨了 应该说这些 但是他就说 喂 你做什么 你怎么拉开我 然后有人来调停 刘伟国那些 在旁边的人 就可以调停 喂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留意到 让他身形再 让张哥再大份 再膨胀一点 张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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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华峰也是在旁边的 张华峰 张华峰 哇 屌你大两个吨位 张哥 你想想一下张哥 我觉得是忍了很久 忍了很久 这些呢 我们迟下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譬如说 容海恩 或者我说工联会 和民建联 其实大家都是有很多牙齿 其实最主要牙齿就是 你欠同一条水 你议席就只有这么多 政治资源就只有这么多 很简单 我们迟下 我们讲到工联会都会说 喂 你民建联 同一条水 你把工联会的水 给你自己 搞到我们的人 要选择 要过契给你们 民建联 我怎么可以妥 这些牙齿人 其实是一张照片 只是一个结果 但当中应该是有很多 很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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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泛民都一样 有政治就是这样 但很多媒体 很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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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团结 全世界都是这样 全世界都是这样 建制派 你怎么说 大家平时的门面 做得足些 还有他们有个党免 中共就是党免 但一发来 就不可以搞那么多 你想想 他们对于这几个省人 都是觉得黑人真 但是邪慧俊 他们都觉得很黑人真 女的 梁美芬 也是觉得很黑人真 还有叶柳 也是很黑人真 龙凯英也是很黑人真 总之你不是靠大党 你就睹眼睹鼻 很简单 就等同于 在泛民心目中 那些本土派 激进派 就睹眼睹鼻 一样 所以这个就 不过 他这个身位 其实去到总结 我们都差不多可以讲总结 不是 我 还有什么说 如果想收听完整内容的朋友 欢迎订阅《无神论者的巴别塔》 或者SOHO News Patreon 里面的指定计划 这个政坛风云系列 我们会持续更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